如果沒有當選總統 民眾黨的後續規劃是什麼 會不會擔心泡沫化 其實還是人才的培養 人才是一切的根本 還有一點超級巨星很難訓練 我覺得黃國昌參加我們還是有影響 巨星可以開始培養 大家都覺得你把黃國昌 列為民眾黨的部分區的安全名單 但是會被綠營的部分人 績笑說白色髒了 為什麼黃國昌是髒的 黃國昌還防腐劑 黃國昌每天都在檢查我們 裡面有沒有什麼壞事 我都在跟他解釋老半天 所以你不會擔心會泡沫化 泡沫化是要認真 其實我跟你講最終還是我們的身體 能不能禁得起這種很高強度的工作 國民黨的韓國瑜跟盧秀燕 輪方來幫我蔡壁武助選 你打幾分 100分 韓國瑜是本來就好朋友 盧秀燕我倒是覺得比較奇怪 你是怎麼跟他搭上關係的 我去台中之後有一天就好朋友就跟我說 你要去拜會一下台中市長拜碼頭 所以我就去跟他約了 然後他聊完之後 後來我們才發現兩個都是媽媽 然後就講到那個中火 所以他後來就說 既然國民黨沒有在那區沒有推區域立委 那他覺得可以一起合作 韓國瑜是這樣 因為之前有一天碰到他 我跟他說 韓總12月3號我金總成立 你要不要來幫我加油 他說他那天要去台東 然後隔了兩天他就叫他的助理說 不好意思那天沒來 是不是早一天來這邊走一走 所以就出境了12月16號 主席你要不要來啊 我看看 我要公開的邀請你 排我就去 去啦去啦 好 主席答應了齁 我今天的節目都是為我的幕僚問的 我看我12月16號在哪裡 你就路過也可以啦 16電視辯論耶 辯論完啊 辯論完就去一下 要去台南中間要有時間去台中 你就高鐵做到台中我們來接你 民眾黨的部分第一名是黃珊珊 對比民進黨的第一名是林躍琴 國民黨的韓國瑜 你覺得誰比較優秀 坦白講林躍琴我不熟啦 其他各有優點 黃珊珊就很 我就似乎上四平八分啦 那韓國瑜就很有趣 你真的跟韓國瑜是好朋友嗎 還不錯啦 他講話還是跟我一樣 沒有啦 有時候人家說頻率對不對 跟他講話我們兩個都比較自然 我猜他跟其他人講話也不自然 我猜他在國民黨裡面 跟那些人講話也不自然 我們要見面都偷偷見面 假設題如果他要幫你助選的話 你會讓他來嗎 當然會啊